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眷村曾是台湾日常重要的人文风景,但随着老周眷村陆续改建,全台眷村逐渐走入历史。 高雄岗山有一群眷村文史同号者组成眷村文化协会,并出版全国首本眷村文化刊物,我村Our Villages,2月10日将举办创刊发表会。 高山眷村文化协会总干事庄盛晃表示,眷村融合了多元族群文化,也具有许多共同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,是台湾特有的文化资产,由其作为陆海空三军重要基地的高雄,眷村面积多达八十多公顷,凤山有陆军眷村,左营有最大面积的海军眷村,高山则有全国最具特色的空军眷村。 他说,眷村曾是台湾日常重要的人文风景,但随着政府加快眷改的脚步,许多老都眷设消失,传统的邻里关系也受冲击,眷村文化保存是全国新议题,必须统整规划,因地之一。 我村总编辑张允惠说,钢山眷村文化协会2017年共举办四十小时的眷村文化工作方与讲座活动。 原本计划在钢山眷村就职举办,但遭博房不晚去,后来借用钢山社区大学和主委国小场地举办。 筹划多时的我村杂志为全国第一本眷村文化刊物创刊号继有76页B5大小创刊发行1000本内容从钢山空军眷村起始描绘眷眷村人是与那些记忆中的眷村姿。 为包括云上之人,空军火力史,黄山年先生的飞行路径,从华北到岗山,岗山新著名烧一盘好吃的眷村菜和非主流的日常,黄虎新村的不正常生活俱乐部等。 张允慧表示,我村游协会年轻人献红为主编加入新世代事业,每期将以一个眷村为报道主题,创刊号先由钢山眷村抛砖引玉,期待后续有其他眷村加入,目前才不定期方式出刊。 2月10日下午2点将回到钢山要群村3号,要群村A11眷社举办创刊发表会。